來 都參加 都參加 烈日當頭逛市場 洋傘帽子 袖套 防曬外套 紛紛出籠 各個汗流夾背 加上機車排氣 熱度翻倍 有的攤商面對來去重重人潮 為了留住客人 不惜花錢砸重本 攤位有冷氣 比如說他開冷氣兩百塊 以較貴的租金租下冷氣攤位 通常這類攤商都在街道型市場擺攤 賣的是生活用品或服飾居多 鞋子需要試穿 然後還有像逛那種五金百貨類的 他會在裡面待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因為要挑東西嘛 所以提供冷氣的話 會比較容易吸引客人進來 可是在開放空間開冷氣 體感舒適度見仁見智 沒有用來是熱狼 以台中西屯區的街道型市場 冷氣格際費行情分兩種 租金包冷氣一天大約五千五百元 另外一種先收日租金約兩千塊 吹冷氣暗次計費加兩百到三百元不等 不過賣蔬果魚肉的攤販 不太可能租冷氣格 同時出動兩三隻大電扇擺不同方位 吹電風飯啊 可是也很熱啊 其實也不夠吹啦 就這兩隻這樣 冷氣都只有 冷氣都是比較往前挪這樣子 我們夏天都吹冷氣了 冬天吹冷氣了 放到四百元 怎麼要走到這裡 大電扇吊扇拚命轉動 就向暖氣放鬆 也有攤販買水冷氣消暑 但成效似乎有限 苦嘆夏季生意真難做 三地新聞 廖宜德 將聚養李建英 台中雲林綜合報導